台湾战时民众求生手册将出炉 美陆军特种兵被林茂训练台军 威慑中共 大陆翻墙看玻璃心 黄明志 不自由 无宁死 传李云迪很快会获释 获赴香港 范冰冰现身土陀山 中年发福 气场不在 台湾局势日渐危急 台湾方面已开始积极备战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0月28日告诉媒体 明年3月 战事民众求生避难手册将出炉 被强化后备战力 台湾国防部明年1月1日将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 对于总统蔡英文 近日首度证实美军在台协训 是否代表台美军事合作更台面化 邱国正表示 台湾国军与美方平常都有交流 就按照正常程序做 并没有刻意张扬 有些讯息他不便讲得太清楚 他强调 国家安全仍要靠自己 不能完全指望他人 这也是军方一向的立场 邱国正说 国防部长的任务就是建军备战 如何建立有效的部队来应对未来状况 如何利用现有装备来自我防备 台军持续在强化战备工作 中华民国双十节前夕 习近平称 必须要实现统一台湾 北京并于10月初罕见派出近150架自军机扰台 加剧军事施压 引发国际极大关注 对于《华尔街日报》26日的报道 部分专家担心台湾战备不足 士气低落 建议国军与美国等共同训练 邱国正回应说 兵强在将 有可胜不可败之将 无必胜必不胜之兵 他强调 我敢保证 最起码我国防部长抗敌意志坚强到底 我对自己部队非常有信心 原因在哪里 领导干部是关键 其他要多方面 教育训练国军 多年经验 没有不听话的部署 但是干部教育要持续强挂 不相信干部会对我不忠 我对他们绝对有信心 对于战时可动员的后备力量 国防部9月27日表示 紧急命令发布后 第一波将在24小时内 动员21.5万名后备军人 另有第二波的战争耗损补充部队 约7.8万人待命中 邱国正还透露 明年可训练近11万后备军人 自1979年 美国正式承认北京以来 美国就没有在台湾拥有官方军事存在 不过 事实上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绿色贝雷帽 曾训练过台湾军人 帮助台湾对抗中共 台湾总统蔡英文 10月28日在播出的CNN专访中 首次证实由美军在台湾协助台军训练 此前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士兵和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 已部署到台湾至少一年 美国特种部队曾部署到一些地区 进行涉外内部防卫 或训练盟国合作伙伴的常规和特种作战部队 包括台湾部队 陆军特种部队 绿色贝雷帽的美名队员都是游击战能手 至少掌握一门外语 拥有技术专长 如武器 工程 烹训 医疗 接受过全面的其他专业交叉训练 必要时能训练和指挥一个步兵连 商业内幕报道 在印太作战地区 七个绿色贝雷帽大队之一 第一特种部队大队负责 与台湾和其他地区伙伴和盟友合作 队员要学习该地区的文化和语言 许多人与当地有种族联系 前陆军特种部队军官兼战斗潜水员 基金会主席米亚尼表示 正指这些合作伙伴 使中共越来越难以颠覆他们的政府和社会 对中共来说 这是一种复杂因素 也是一种威慑 报道说 美国的合作伙伴和盟友都团结一致 希望避免中共在自家门口破坏地区和平 如果真打起来 他们将是宝贵的盟友 并已准备好 利用几十年来与美国特种作战人员一起训练的技能 来应战中共军队 台湾国防部智库 国防安全研究院苏子云告诉BBC 如战争爆发 已经在该地区的绿色贝蕾帽将领先一部参战 近日歌手黄明志和陈芳宇合唱的玻璃心 爆红网络 上架至今已突破2100万次观看 黄明志日前在脸书分享 玻璃心MV能在短时间内点冲高上千万点击 他表示 除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和台湾网友的支持 还有许多海外的中国观众 甚至还有从中国墙内翻墙的听众 黄明志说 很庆幸可以看到 还有那么多向往自由世界的人们 也欢迎你们来到黄明志的频道和粉专 你们写来的邮件和鼓励 我都有看到 我会加油 你们也加油 最后更直接写上 不自由 无宁死 此贴文刊出 短短几小时内 就获得2.4万名网友 按赞支持 据悉 玻璃心看上去好似一首浪漫情歌 但因歌词中 细腻刻画了小粉红特色 还有了脱贫 棉花 共同富裕等敏感字眼 引发广大网友共鸣 受到广大欢迎 黄明志曾说 很多事不是用钱衡量 如果要我放弃 创作自由和理想 那等于违背自己 身为创作人的初衷 那我宁可不要 他坦言 玻璃心的发响灵感时表示 自己的歌曲创作 都来源自生活中的点滴 尤其是平时 在网络社群 分享音乐作品时 常有网友纠结一个小细节 就无限放大 让他觉得很有趣 并表示 透过这些经验 有了想写这首歌的想法 歌曲推出 果然大家很有共鸣 谢谢大家支持 另外 陈方瑜也于30日 在脸书发文 与粉丝分享 玻璃心点阅数 突破2000万的喜讯 他感性写道 自由言论是无价之宝 玻璃心这首歌 也教了我很多 谢谢我爸妈 当年选了定居台湾 他还透露 自己最近正在勤家 练习台语和中文 希望网友 可以教他一些成语 最后他还说 干家大家 近日有消息传出 音设嫖娼被捕的 钢琴王子李云迪 可能短时间内获释 并离开中国 广州电视台总导演 何金德 10月28日 在微博上贴出 李云迪以往的 现场演奏音频 称 这块大路 也许很难再想起 他的现场音乐会 至少短期内 他母亲说了 会离开这里 香港特区政府 2006年6月 推出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李云迪成为首批入境人选之一 获得香港拘留权 李云迪出事后 其微博个人认证 被删掉重庆政协常委 全国清廉常委 香港清廉副主席等头衔 只剩国际钢琴家的头衔 10月21日晚上 北京朝阳警方通报李云迪嫖娼 被行政拘留 在大陆网站知乎上 有网友称 按规定嫖娼处 10至15日拘留 他应该很快会被释放 还有网友说 李云迪已取得香港拘留权 相信他获释后 会很快离开大陆 李云迪近年来 频频参加综艺节目 秦义日渐生疏 他在2015年韩国首尔弹奏成名曲 肖邦第一协奏曲出现重大失误 被迫重弹 两天后 李云迪道歉 称因舟车劳顿 导致演奏失误 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 李云迪先后担任 重庆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重庆城市形象代言人 和重庆环保形象大使 市任市委书记的薄熙来 亲自给他颁发卡片 薄熙来2011年 在重庆大稿唱红打黑 李云迪在重庆举办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李云迪红色钢琴世界群演 还发行了演奏红歌的红色钢琴专辑 李云迪在微博的帖子 不少是爱党爱国的言论 李云迪嫖娼事件被曝光后 遭中共官媒集体抨击 被批自作孽不可活 并被中国音乐家协会取消会员资格 合作商家纷纷宣布终止合作 近日 有网友分享一段 普陀山偶遇女星范冰冰的视频 只见她身穿绿色运动套装 戴着口罩和帽子 看起来略显臃肿 如平常游客一般 外界估计久未登台 范冰冰似逐渐没有了女明星的偶像包袱 范冰冰当时背着一个大包 快步行走 举止十分低调 不过还是有不少路人认出了她 视频中显示 尽管范冰冰看起来状态不佳 但面对粉丝的合影要求并没拒绝 据悉 此次出行 范冰冰的父母一路同行 并且范冰冰的其他亲戚也陪伴在左右 看来是家族共同出游 范冰冰的父亲身穿黑色外套 看上去年轻帅气 精神抖擞 范冰冰的母亲身穿深色大衣 姿态优雅 颇有富态 父母看起来很高兴 走出大殿之后 一直和范冰冰互动 不过 范冰冰略显低沉 范冰冰因阴阳合同丑闻 2018年10月3日被中国官方正式立案调查 如今鲜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随着近期娱乐圈的政治风暴 阴阳合同案又重新引爆关注 据台湾时事财经专家黄世聪 早前对台媒分析史 当局打击范冰冰 最终是要打击中共掌控娱乐圈的最大势力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 及其胞弟曾庆怀的势力 黄世聪说 范冰冰事件 其实背后的目标是董平和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 曾庆怀在1980年代末期 进入中共文化部工作 从此平步青云 1995年 曾庆怀被派驻香港 2003年起 主管港澳工作 随后在幕后操控京港澳娱乐圈长达20多年 现年57岁的董平 则是欢喜传媒的背后大佬 曾是文化中国的董事局主席 而通过董平 华裔兄弟传媒集团的掌门人王中军 王中磊也结识了曾庆怀 黄世聪说 中国演艺圈复杂的情况超乎想象 不仅和军方有密切关系 后面还有江泽民的势力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14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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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胎